電子盼的時代 傳理長如果有什麼重要的組織 要報告你明知道 也能夠透過這張LED電子的牽絆 像在新港鄉鵝鳥村的建設經費優惠 所以傳長薛碧琳的透過管理館 來競出一座LED的牽絆 讓傳民可以確實來講到重要的信息 讓傳長的服務工作更有考慮 新港鄉鵝鳥村的建設經費優惠 但很多政府才是公廟主信愛同地傳民知道 傳統的官都猶豪 真怕傳民不知才是環節優惡 傳長就透過管理館六千里 競出設計LED電子牽絆 以後很多消息可以接受和傳民了解 鵝鳥村的立靠 鵝鳥村如果要辦什麼活動 或是工作官府 沒有講過什麼事情 比較方便 我們也要感謝鵝鳥村的議員 為我們鵝鳥蒸出這個 鵝鳥村的事務局 比較方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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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傳民大家都有看到 這樣保障也很擁有 這樣做得很舒適 我們也要感謝這保障跟我們學生的配合 看到新的LED看板設在完成 傳統心來是很開心 全天探索進度也要求保障 要夠好時間的品質 LED看板設在進入 從頭接口 親民憲的位置 傳民出籍都可以看到重要的信息 最後傳民 警察是傳統 可不公開的一大幫手 大中華新聞 文章文清醒港 彩虹寶島 彩虹寶島